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强马达上市 更在吊扇的外观上发挥无限巧思 有如同花朵盛开的样子 也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典雅设计 经济部能研局更是计划 在2020年建造的绿能科技示范场域内 将整合团队共同建造 年产量达十万套的技术平台 把台湾吊扇产业推向最高峰 可以像花朵般盛开的吊扇 还有古典造型结合现代化的设计 这些吊扇不只突破了传统 也开启了舒适生活的品味 台湾曾是吊扇王国 在产业外移之后渐渐没落 如今在工研院和台湾市站 第一的龙头大厂 携手合作之下 打造出最强马达 正在改变台湾吊扇产业的未来 来到新竹工研院的 绿能与环境研究所 这个技术的最高殿堂 在振振微风之下 吹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屋顶上运作的吊扇 看起来和一般吊扇 没有什么不一样 驱动吊扇的核心 却是工研院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研发出来的新技术 那就是外转子永磁胡刷马达 我们跟着张玉总博士 一步一步认识 这个影响台湾吊扇业的重大突破 看这个要很细心 这个产线最重要是 要让我们的绕线自动化 自动化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完全控制每一个马达 它的线槽的均匀度 还有颈度 传统吊扇大部分是用 我们称为叫改密马达式的 传统的马达没有迟迟 那用这种马达的好处就是 它非常低速 它是又有力量 它是又不会太快 又很稳 除了静音功能之外 用能源效率高的泳磁无刷马达 来取代传统AC马达 它的节能程度 远远超过现有节能标章的相同产品 成为了新一代吊扇产品的趋势 实际上使用 它在最高速就比传统吊扇 节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耗电 那个冷气也不用开那么冷 这情况之下 冷气也可以得到省电 我们粘好磁以后 要去充磁 那个铜线给它电流的时候 就不用太大 就可以让这个磁石 顺着这个电流的循转 它就跟着转动了 既然这个技术 拥有静音省电又富有前瞻性 零应有许多吊扇业者争相投入 其中最令人振奋人心的 就是与台湾第一纳的龙头厂商合作 我们有二十七年 大部分的台湾的吊扇厂 都往大陆去设厂 因为那时候主要是工资差别太大 1993年起家 廖三龙经理从最小规模开始做起 在同业纷纷吸进时 他却选择更流台湾 在他心中很明白 如果产品不创新 未来就会被市场淘汰 为了突破掉扇产业的困境 他也曾经找同业合力设计 变频马达 结果都不理想 在四年前遇到公研院团队 开启了产业新奇迹 他二话不说的 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 在吊扇市场总横数十载 遇到每个转弯处 他仍然抱着冒险的精神 什么都不怕去尝试 是因为我们在市场推广的时候 我们碰到困难 那些技术都是我们没办法克服 所以我们就去找公研院 要走到节能 或者说要做信号的传送 就必须要走DC 可能做得出来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最完美的程度 这样 因为毕竟我们要让消费者满意 我要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公研院 的一些同仁 因为应该这样讲 我们两边是合作的 那我们跟公研院就是我们做测试 他们做研发 还有技术的导入这样子 抱着要给顾客最好的理念 廖三荣努力把研究技术落实在生产线 但实地操作之后 发现最大的问题 就是传统吊舜厂商无法解决跨领域技术整合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震动噪音 可靠度 维修 这三大问题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所以才会成立 像我们才会向经济部来提案说 这个案子是值得台湾能够生根的 这些厂商都是属于中小企业 如何帮他们能够把前面这一转 把它规格化 标准化 然后未来他们承接的时候 才能够突破这些人才 技术的瓶颈 公研院发挥优势 先整合马达中的跨领域技术 再找相关的合作厂商共同研发 在过程中发现到义音的问题 过去如果想要改良吊扇的噪音 都是靠老师傅的经验 用听的去分辨 对 他们都是用老师傅去听 在一个静音坊 然后他们用老师傅去听 那这个部分 一般人不晓得怎么样才叫好 因为他听跟我听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问题 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听的问题 变成可以量化的东西 使用外转子马达的变频吊扇 共有六段调塞 工业院团队在张玉总博士的带领之下 力求每一段速度 都必须达到几名效果 这个吊扇总共有六个转速 六种转速 所以我们会试它各种转速之下 然后它的这个频谱 因为它不是交流电 所以它没有交流声 DC马达还有这个优势 因为它可以做到超级硬 DC马达的吊扇 几乎是每人都在成长 但预计未来三到五年 它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然后再加上工业院他们的工程师 就是对DC马达这个区块 也真的是尽心尽力 为了能落实外转子永磁无双马达 和吊扇上能零失误结合 并且生产 工业院预计2020年 在经济部能源局 支持建造的绿能科技 示范场域内 将整合产业团队 共同建造年产量达十万套的 示范生产技术平台 对技术人员来讲 他所做的东西 真的能够在市场上看得到 对每个技术人员 他就变得很有成就感 第二个 也为了我们台湾的厂商 因为他们以前所碰到的瓶颈 却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 找出一个蓝海的市场 根据统计 全球吊扇市场年产值 约2600亿 而外转子马达驱动的商品 目前的市占率还不到10% 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靠着工业院的专业和执着 加上厂商的用心制造 让这颗MIT的外转子 永磁无双马达 得以发光发热 不只为台湾调善产业 找到新出路 更用绿能源科技 创造了新时代的蓝海经济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